不是兄弟们 在矿洞里边这样的地形我是真的没有见过 先拿这个机枪把僵尸解决一下 这里边像是一个地牢 但好像又不完全是一个地牢 然后那个刷怪龙的话也没有见过 这上边好像有一层树叶 树叶的话这怎么长的呀 我们挖开看一下 哦 上面是石头 什么都没有 这什么地形呀兄弟们 真的是没有见过 我们现在的话应该在地下20层左右 然后这里边长了很多的树 哦 上面的话是正常的 但是这里边的话特别阴森恐怖 上面的话好像还是 哎 被偷袭了 只剪一下 我们再走一走吧 这个地方会不会有什么宝藏呀 比如说有一个宝贝箱子 里边全部都是钻石 应该不大可能吧 哎 这边有条小路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会不会有宝箱 但好像什么都没有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边铁的话挖一下吧 我们争取多挖些铁 然后回去做一下铁傀儡 这个废稿子就不要了 然后这边继续探索 哇 哇 兄弟们 这是什么 涌冻石 然后这边是浮冰 啊 地下怎么会有这种地形呢 我是从来都没有见过呀 这边呢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 这每一个地形都会有 每一个地形的宝物 但是刚才那个森林地形 确实没有什么东西 这边的话我们探索一下 这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啊 这下边全部都是这个浮冰 没有怪吧 也下午啊 这里边黑鸡鸡的 不对呀 这怎么会有箱子呢 什么都没有 被骗了兄弟们 这里边什么都没有 我们不如回家吧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啊 回家吧 回家吧 我们回家 现在钻石已经够了 岩浆已经够了 我们随便挖一下 看看能不能挖一个出路 没有没有 没有 走吧走吧 回家 哇 兄弟们 这一次我们下框太深了 差点没有找到回家的路 现在已经是第39天的上午 对 早上6点半 啊 我们已经回到了家里边 然后这次我们 家里边也特别安全 然后我们的收购特别多 41颗钻石 一颗绿宝石还有很多的铁 还有很多的这个硫酸是吧 嗯 不错 还有一钳银盒的岩浆 我们首先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 然后就可以做钻石装备了 把这些破烂全部都扔掉 这铁装备我们已经不需要了 41颗钻石 我们刚好可以做一套钻石装备 然后呢剩下的钻石 我们就用来修补装备 然后再做一把钻石稿 嗯 特别完美 好 所有的装备已经做好了 头盔 胸甲 裤子 鞋 兄弟们 看一下 怎么样 在39天我们终于拥有了 第一套的钻石装备 啊 太开心了 兄弟们 帅不帅 怎么样 既然我们已经有了钻石装备 一定要珍惜 所以我决定我们做一套钻石 不对 做一副魔台 什么保护什么的 其实我不太需要啊 需要的是耐久 因为这个模式里边 真的钻石太难找了 尤其是没有使用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钻石是特别珍贵的 先来做一些书吧 我们家里边的皮革并不是很多 做一个满级附魔台 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啊 难道说我们还要出去载牛吗 先做附魔台吧 来吧 附魔台已就位 然后接下来就是书架了 书架应该现在是不够的 走走走走走 我们先去载牛吧 去找一些皮革 最好是能找一个 有图书管理员的村庄 哎 有很多书架就可以了 但是兄弟们 我想了一下啊 好像我们现在找牛 并不是当务之急 要不然我们先完善庇护所吧 庇护所弄好之后 我们再来找牛 哎 可以兄弟们 还是先回去吧 回去先来把这个庇护所弄好 来吧 我们把所有的原石都带上 我的想法是这样啊 兄弟们 我们搭梯子上去 然后在中间建一个平台 然后从平台倒下岩浆 我们就可以用岩浆 形成一个很好的保护 不错吧 啊 这里应该就差不多 哎 完了 哎呦 吓死我了 没掉下去 我们先上去 哎 完了 师祖 服了兄弟们 服了服了 好好好 我们直接跳下来 然后我们围一个平台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啊 大概这个平台就是这么大 我们然后来这边倒上岩浆 哎 雪月来了 兄弟们 倒上岩浆的话 这个岩浆就会流下去 形成一堵石墙 不对 岩浆墙 这样的话 一般他们不会防火的话 是进不来的 这些僵尸后期的话 应该是会防火 但是目前我觉得在50天之内 他们应该是进不来的 既然雪月来了 我们就多带几把铁剑 今天的话我们就不弄了 今天先来刷金币 然后等到明天 我们继续来玩山庇护所 先去我的黑钥匙小屋里边 OK 兄弟们 今天的僵尸特别多啊 因为是雪月嘛 但是啊 他们没有特别厉害的僵尸 比如说那些弓箭手 还有什么患魔者 脑鬼什么的都没有 我们还是可以安心的度过今晚的 我们下期再见